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明了我们每一个人 你也明了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 所以祝我们谢谢你 今天早上愿你在我们的当中 祝我们来 愿纳我们向你所献上的一切的 赞来敬拜 祷告 祝我们愿你来拯救 祝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 继续的赐下你属天的花园 祝我们来喂养我们的灵性 祝我们感谢你 向你献上感恩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弥陀佛 请坐 其实我们发现这一生里面 从我们从小开始学习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们也许 在中国也许在香港也许在台湾以前 但是我们发现到了不同的环境 我们就有不同的学习 不同的调整 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或者我们想了一些事情 我们后来懊悔 后来我们发现错了 或者我们发现哎呀没那么好 但是只要我们还活着 我们还继续活着 我们就有机会调整 我们就有机会继续的来学习 所以 为每天 感谢主 不要为过去 而一直活在懊悔 一直活在一些的 悔恨当中 因为我们的人生 是不断往前 所以过去 不管怎么样的失败 或者过去 犯了什么样的事情 错误 那我们知道了 但是我们知道了 我们的神 还继续带领我们 给我们机会 所以啊 我们是活在盼望里面 我们是充满了盼望 特别在主里面 我们是有盼望 所以有时候 我就发现很多时候 逝者的意义 过去的也过去 但是前面的 来者可追 来者可追 继续来可以继续的往前追求 所以我们 就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会 过得 喜乐开心 当我们快开心心的过日子 我们就 比较有力量 一直活在过去的懊悔 一直活在过去的伤痛 一直活在过去的悔恨 第1个于是5 第2个 过得很不开心 过得很压抑 所以 我们 可以有权利来选择 到底是要怎么样 来过日子 所以现在我发现了 慢慢的 越来越多的时候 很多时候 当我 正要开口去责怪别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就 突然下降 也不需要责怪 因为没什么好怪 因为每个人都一样 包括我自己在里面 也很多时候 所讲的 所想的 所做的 有很多时候也是 如果人家要怪我也是 很多的责怪 所以 与其活在这块的当中 都不如活在一种很宽容的 包容里面 当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 自己会 比较宽 生活会比较开心 这几天 另外这个礼拜 我就一直在 接受 女儿就是 大了她很多 自己的活动 以前 还要靠我们开车 对不对 现在 老大会开车 很多时候我回家 车怎么不见了 自己会 自由活动 但是 第二个还不会的时候 一下子 这个活动 一下子那活动 活动怎么那么多 那就跑啊跑啊开车 开着 就跟着同学一起 然后就 哇 实际很辛苦 累 但是 有时候想一想很累啊 后来我自己在院子里面 在浇花的时候 在浇水的时候 我就想起以前有一个故事 就有两兄弟在乔治亚州 下大雪 下着大雪的时候 结果这个 哥哥就背着弟弟在雪地上 这样走 有那么一幅画 然后其实他下面那幅画 还有一行字 如果你看就知道是 结果那个哥哥就背着弟弟在雪地上走 人家看见说 哎呀 你这两个这么小小孩 这个哥哥也不过比较大 他那两岁这样左右 然后 他说哎呀 这种天气这么冷 你背着他 不中啊 不辛苦啊 他说 他不中 因为他是我弟弟 所以这个 这个故事对我 我是 可以有很多的联想 所以有时候我们 为孩子跑啊 有时候 好累啊 所以我真的 一下 这还没来回三个钟头 一天六五钟头 就为了接他跟他同学 就瘦了 然后一个礼拜来那么两次 一下子什么 到六七三 一下又到了什么汉堵的 然后 哇我就 就我在浇水的时候 其实 我最想 我就想 是啊 累嘛 是累 但是 也不累 因为他是我女儿 所以当我们很多事情 当我们出于 有一份的爱的时候 很多时候 心里就不会那么样的 技巧 也就不会那么样的 负面 所以 这是我 这个礼拜我 凡事 都可以学习 凡事都可以 有些人得账 所以当我们为家人付出的时候 虽然有时候很辛苦 有时候会觉得生活里面不容易 或者也在矮呀 或者在那里 等 但是 就是 不累 不辛苦 不会去太计较 为什么 因为 那是我们的爱的人 那是我们心爱的人 所以 很多时候就发现 当这样一想的时候 心就 宽了 你就得着一种 另外说不出的满足 按满足 如果这个小女儿 这个第二个 就打鼓这个 我曾经以前在 去年前年 因为他们是 学校marching band 就是乐团 乐队 结果我就 很多时候晚上去接他们回来 都已经很晚了 就想你赶快回家 结果这个 二女儿就说 等一下 爸爸 你等一下 我说你要干嘛 他说我们那椅子 他还没收完 我说我们家的同学是干嘛 我就开开 弄好 他还走 就这样子 有时候我心里 当然这小孩 我没有讲什么 那我就觉得 不错 不错 这辛苦了一点 祝爸爸的心里 就有点 心疼 但是 就觉得不错 这小孩不错 还负责任 所以 后来 你说 哎呀他吃亏吗 吃亏呀 花那么多时间 然后回家 然后直接走 他流到最后 他就在那搬 搬好一个女孩 好了 那我就看 很多时候 就是觉得吃亏 但是 今天他就接了 他们的 学校 他就被人 队长 Captain 就接了 所以我相信 当我看在眼里 我们这些心里有数 很多时候 说哎呀不公平 你看 老师也不在场 那个 带领的人 也不在 没人看见 何必 也没人知道 反正你别搞 赶快回家了 这么晚 不累呀 大家都是 没有人弄你弄 但是后来 发现 真的 这一次 听到 这个 老师说要 让他来接队长 我觉得神圣的事 就是 很多时候 不是做给人看 所以 我就常常 跟 这个礼拜 我在开车 带他们的时候 我就说又是你呀 又怎么搞的你 又要去 搞的一些 又是你 其他人 然后 大女儿就跟我说 说 这叫leadership 什么叫leadership 什么叫领袖领导 他说就是servant 对不对 那天跟我讲servant 就是 服従 就是当仆人 对当仆 所以很多时候 人也许没看见 也许我们要计较可以计较 但是 没有计较 他们把他当成一种 服事的时候 当成一种 仆人的方式的时候 其实 他会赢得 有一天他会赢得 人的尊敬 他会赢得 一些人的使用 老师会知道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在信仰里面 这也是神教导 教导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 在马太福音 第20章 Masiu Masiu 来看 Masiu 来20章 Chapter 20 然后我们从 Verse 6 20 Masiu Masiu 20到28节 这段经文 主耶稣教导我们 他看到一个母亲 在 他的面前的一个要求 然后他会有些 回应的话 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 在信仰当中有很多的神的教导 跟在这世上的做法 其实是很不一样 这甚至很多是很相反的事情 所以让我们会觉得 哇有些东西谁做得到啊 如果按着一般的大家都那样子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 为什么他那样子我这样子呢 很多的东西是这样子 但是 当我们有着信仰之后 我们要知道 凡事会讨神的心 因为这世界上的人事物 有一天都会过去 今天人的掌声 拍了两下你就过了 也不会永远纪念 不会每天给你来拍手的 不会 那给你拍掌的人 不想哪一天也会不在你的旁边 甚至当然相反的 有人一天到晚说你不好这个 罢你讲你 你插金就这个 他也不会永远活在你的旁边 一天到晚就在你旁边 不会 所以因此在这个当中 我们就发现有个属灵的原则 真正在这世界上 生活的时候 是以神为主 我们在信仰当中要以神为主 因为他是存到永远 今天我们在领修的时候 我们在 老公会的时候 20章 神经人 真正别人怎么样 他们怎么样 那是别人的事 不用为他们觉得 嫉妒啊 心怀不变 不需要 因为真正要的 就是要怎么样 你专注的 好好怎么样 过一个敬畏你 你自己要敬畏神 别人怎么样 他自己管不到 你也不需要去管 你也不需要活在别人的影子 你也不需要活在 人家的那个里面 但是你自己要怎么样 跟神的关系要结合 你自己要敬畏神 这是今天找他说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 他在讲什么 我们看到21节到28节 请我们一起 21节到28节 一起来看 如果你可以读 就跟着我一起来 读这段的经文 请 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 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 拜耶稣 求他一件事 耶稣说 你要什么呢 他说 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 在你国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 所求的是什么 我将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他们说 我们能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必要喝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我父 为谁预备的 就赐给谁 那十个门徒听见 就恼怒他们兄弟兄和人 耶稣叫了他们来 说 你们知道 外班人有君王为主 治理他们 有大臣 超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 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 谁愿伟大 就必做 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舍 就必做 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俗价 今天经文讲的 真的就是告诉我们 教导我们怎么样子在 这世上生活怎么样子在 包括在教会生活 怎么样子在 过一个 真正属于神的一个日子 怎么样有一个生命的表现 跟我们世上讲的 相反 有一个妈妈来 耶稣一共有十二个门徒 其中一个妈妈把两个门徒 就他两个儿子带来 都是耶稣的门徒 就带到他那一天 然后耶稣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就说 你要什么 他就说 我要我的 儿子有一天 能够坐在你的右边 坐在你的左边 在你的国里面 有一天 德国家里 或者说你的国里面 在国 国土当中 可以怎么样 一个坐你右边 一个坐你左边 这就是人 人的想法 人喜好的一个权位 喜欢位子 喜欢 所有的事情在自己的掌握里面 这样的时候比较有安全感 但是 我们常讲 信仰是靠神 靠神 靠神 神又看不到你怎么靠他 所以一直当我们要靠神的时候 神告诉我们说 你要把这些东西要放掉 你真的要靠我就不要自己抓着 这个需要时间 这需要操练 这需要你真的体会到 你才能明白 不然我们都觉得 你很傻 你很笨 你干嘛不要 能坐在他右边左边 不得了 因为他有权势 他有能力 坐在旁边左右 不得了 但是主耶稣说不是 这个不是我们的决定 是我父 天上的父 那给谁又给谁 那主权不在我 是在他 所以 他说 不是要坐左右 结果他的 那其他的十个门徒 那些的 十个人 其他十个人 看了 哇 你们两个坐左右 那我们呢 对不对 你对不对 你坐左右 那我们那其他十个人 不知道放哪里 那你会想到我们了 所以心里就不高兴 就恼怒他 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看的圣经 我在 导报会讲 不需要恼怒 也不需要基督 也不需要走 因为那是神决定 他不是讲了他就算 就讲了他就能做 不是 而且他就后来主耶稣就教导他们了 其实真正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 天国不是靠关系 乃是靠恩典 神给谁就给谁 所以我们不用嫉妒别人 哎呀他为什么这样 我为什么那样 哎为什么你看我做的那么辛苦 结果我没有得到 他得到 为什么我做的 什么都没有人看见 啊我怎么还倒霉啊 啊我吃亏了 你干嘛那么笨那么傻呢 不是 真正的天国 不是靠关系 我今天跟你关系好了 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中国最喜欢讲这个话 对不对 关系就没关系嘛 没关系 关系大了 对不对 所以因此 实在天国不是 天国不是 结果讲了这种恩典 神给谁也就是给谁 他今天恩戴谁 他就恩戴谁 他怜悯谁就怜悯谁 所以我接到说 我说 每个人看人都是看外表 啊我觉得你很好 我觉得他不好 我觉得他很差劲 我觉得他怎么样呢 你怎么知道 你有每天跟他在一起 你有每天跟他在一起 你并不知道 他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过日子 我们看不到 那说为什么神那么喜欢他 我就觉得他不好 为什么他 特别神 就特别对他好 不知道 那因为神知道 我们不知道 因为神看见 我们没看见 神喜欢他的 是我也许是我们没看见 那为什么那么好的人 他怎么那么倒霉 他怎么那么差 怎么样又怎样 为什么不公平 你怎么知道不公平 因为我们不是神 所以也许他在神的面前 神更不喜欢他 是因为他只是表面 他只是虚伪的 他只是讲冒为神 若当师 你讲到骂子 他就讲这个 所以每个人这些 判断的标准 不在人的手里 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子 我们不要为别人 来怎么样 心怀不平 不要为别人来 有些人怎么样 觉得一定怎样 因为我们不会完全知道 因为我们不是神 所以这真正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 讨神的喜悦 过一个讨神喜悦的日子 怎么样跟他建立一个 很好的关系 敬畏他 这个是重要 这个是重要 这是我们自己可以 决定的 而不是别人 是我们自己要 必须要这样做 所以因此我们知道了 这天国不是靠关系 是靠恩典 所以神给谁 就是给谁 那因此 他就告诉他们说 耶稣把他们叫来 他说你知道外邦 人有君王为主 治理他们 有大乘 超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 不可以这样 因为你们中间 谁愿意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就是你要伟大 其实有一天 根本 啊就是 神不会写 因为神主打这些 要伟大 骄傲的 他是自然有前辈的 所以很多时候 默默的在那里做 好像很赏 不会的 神必纪念 神必纪念 所以后来我在这个信仰当中 在年轻的时候 不懂这些道理 虽然也听圣经 也听这些话 也看圣经 但是人生的体会 别那么深 后来我发现曾经在那些有权势的人 或者我 哎呀心里激进 想要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 哎呀希望能靠着他能够有什么好处的 就到后来 哇 现在回头看这些人在哪里 你不知道 我也没跟他们在一起 哎呀很多这些 你看这世代 历史上面 多少的君王 那些大乘不可一世的 现在在哪里 没有 没有 所以这些是不定 这些是虚无的 所以不要依靠无定的东西 这些虚无的东西 真正要依靠的是我们的神 因为祂掌管一切 君王是反处 不需要 因为我们真正的生命是来服侍 是好像当这样 仆人用人做一个Servant 来Service 来做做 来服侍人 当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是 坐在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 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 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 这才是 真正在信仰当中我们需要的生命 所以我们不是要来显 整人 然后来说 你看我厉害 然后我 你看我今天做了什么 我做了我今天是 在什么位置上 你在什么位置上 你要几年你才能 混到下 这样 不是 不是这样 他真正的在教会里面 在这个 基督徒的团体当中 他做的就是 很多的事情就是 舍弃 就是牺牲 就是付出 在人眼中干回什么的事情 但是他做做做 付出付出 神的恩典 不断的会临到他身上 因为神会记念 神是公平 人能没有一定 公平 你说我对你好 很公平 就一定有人说 牧师很公平 对他特别好 对我不好 所以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但是就 神是完全 公平公平的事 所以他看见了 他知道 他会记念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 所以因此他说 我们在我们当中 不可以这样 就是说 你愿意为守了 就必做 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 人子就是耶稣基督 他讲 耶稣基督来到的世上 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怎么样 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 世界上有这么笨的 要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没有 谁都要是爱自己的生命 没有人喜欢牺牲自己的生命 而且为那些罪人 为那些不认识的人 更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所以为什么在这世界上 社会上 你看到一些新闻的时候 看到 有人溺水了 结果那跟他也没什么亲戚关系 看到了 我们跑下去 结果怎么样 把人救起来 他最后一口气 他自己不行了 他死了 这种的 让人家 怎么样 以前的人听的时候都很感动 跟你非亲非故的 跟他非亲非故 他能够这样子吗 自己 这种会感动人 这种会感动 所以主耶稣 他不只是救一个两个三个四 他是救全世界所有的人 所以他流宝血 为什么我们每次祷告说 主要求你宝血来洗净我们 求你宝血来遮盖我们 求你宝血 谢谢你宝血拯救了我 因为他一个人为我们流宝血 所有这些本来在这个世界上 过完这一生就没有 都不知道往哪里去了 没有盼望 这样的一个日子 一天过一天也不知道 就这样 每天就这样过日子 过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就信了耶稣基督以后 结果进到了一个永远的盼望当中 而且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有主耶稣怎么样 可以听我们的祷告 可以来帮助复述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 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 要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 教导我们的事 我们来了 是要服侍 不是位子 不是谁有权势 不是位子 不是你今天是什么头显 不是你的权势 不是这个东西 而是那些真正能够在主的面前 为服侍别人 坐在别人身上 看起来是牺牲 看起来是付诸 看起来是啥 啥啥 但是 神经验这样 有一天 你会发现 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 奇怪他的日子怎么搞的 他都一样这样过日 他就特别有 不一样 他就特别的喜乐也好 他生活的丰富也好 会有这样 我在1998年代台服读神学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年暑假 我记得有一个 应该是我们 当中博士班里面的一个同学 他大概是从台湾来的 大概是台湾来的 然后 是一个牧师 他讲了一个故事 我到现在印象很深的 他就讲 他说在以前 这个欧洲很多的修道院 然后他就说有一个修道士 他是看门的 就是看大门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 战乱 那时候很乱 欧洲很乱 所以很多时候 那些难民逃难 因为战争 因为混乱 就逃难 就晚上 很多时候夜里 都要到修道院来 来躲避 或者来避难 或者要撕的 那时候 好 结果就这个 守门的修道士 因为他 派去守门 他是 那个 材士是没有人要干的 没有人喜欢干那个材士 为什么 因为只要有人敲锋 他就要怎么样开门 半夜 有时候很冷 霞雪 他还要去开门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长得不起眼 他又 就是 天生是一个驼子 然后他就 呃 长相又不怎么样 你知道就是 天生是有 残缺的 所以他就被派到去看 看这个大门 结果到了很多夜里啊 下雪天 他也要就起来开门 结果他这一看 每一次 他没有漏掉任何一次的开门 那他就好好的在那边的时候 结果他每一次 他就尽心尽力这样做 就有人问他 他说 哇 你是怎么做到 没有每一天 每一次 夜里 半夜那么冷 你都能起来开门 啊 你能够这样做 你是什么力量 能够让你这样子 有什么秘诀 他就跟他说 他说其实很难 因为呢 霞雪的时候天天很冷 所以他睡到有时候是 夜里两点三点正好睡 睡熟的时候 四点那时候 二三四五 两三点四点 左右那时候 最熟悉的事 他突然听到 啵啵啵敲门的时候 他就觉得 哇 这很难 要很大的增长 但是人家就说 那对啊 所以你怎么做到 我说 他说我就 起来 我怎么样我都起来 然后我一定讲一句话 他讲什么呢 他起来以后他就说 主耶稣我来 他说主耶稣我来 我来开门 我为你开门 这不简单 因为他说人能万一谁喜欢起来 能够闪就闪过了 有些人不敲了 然后有种就算了 但是他每次都起来 他说主耶稣我来 我为你开门 所以他把每一个 逃难的人 他把每个难民 把他当成是主耶稣 这叫信仰 真正的信仰是在 生活里面 怎么样子能够付出 能够牺牲 能够舍弃 他不是只是怎么样的 一天到晚 从人家的身上 捞好处 要怎么样得到利益 怎么样能够赚取更多 怎么样能够运收 这叫做杀该的人 他叫做collective life 叫做收集的人生 越来越多越多 但是偏偏不巧 这世界上 没有一种东西 叫真真满足 因为我曾经说过 人的心里面有一个空洞 你的房子绝对装不满 你的车子绝对装不满 再多车 再大的房子 绝对装不满 再多的金钱 再多的金钱 绝对装不满 你心里面的一个空洞 因为到有一天你才发现 有一天人生要结束 你才发现 哇 东西还没停满 原来那个空洞 不是为这世界预备 不是为物质预备 原来这心里面 真正的满足 是在主里面 只有神 大到可以 填满心里面的那个空洞 只有神 所以为什么在主里面的人 会有种满足 我常回想的时候 在过去 在绝处的时候 寄人底下 住在人家家里面 那十万有钱 然后每天 生活 小孩要吃人家家的 然后我们自己生活 出去也不敢花钱 最省钱的 就是跑到墓里面 画画圈 然后这心里不好 就跑到牧场 坟墓 墓园去画画圈 就坐在那里看的一个一个 坟墓墓碑 这个体 几岁死的 那个几岁臭 看了以后心里还好 感谢主 我还活着 就这样 对不对 那个日子这样 就我现在回想起来 诶 日子怎么过的 不也就这么过了 那样的日子 看起来过不下去 走不下去 走不下去 诶 不也过了 而且那时候全家在一起 还能够常常 能够跟小孩聚在一起 现在生活好了 现在生活 算了 跟以前比 当然好态度 天和地 那这样的时候 就我时间 想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 我在外面 所以很多事情 在这个拿捏里面 在这个道理人生 追求里面 到底是未死 所以因此 我们就发现了 真正的喜乐满足 原来是付出 原来真正的是 服侍帮助 原来是给予 原来是能够在人家的身上 你能够去伸手 原来你能够在人家的需要里面 给予 我们发现 人家看到人家得到 帮助那种感动 我们心里没有满足 那种开心 那种喜乐 解满不到 所以我自己在这个人生里面 发现主耶稣讲的话 真的是就是真 因为他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 知道每个人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只能告诉我们说 来啊 这我们的生命不是 来受人家服侍 今天来了就是 我们就要得到 得到 今天都说 当我们付出给予的时候 其实我们比别人得的更多 这不只是金钱 我不是只是讲金钱 我讲 生命里面是这样的 所以就像我叫我女人说 看起来很傻 老师又不在 要是我 早就溜了 老师前脚走 后脚就溜了 都这样 但是他能够做到后来 后来我发现 找他来做Camp 我 嗯 就知道 真的就是这样 那他要做的时候 他以为我说你要做这干嘛 他也不是说我要做Camp 所以我要来做 他也不是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 然后我们来做什么 他不是条件说 所以是真正的生命里面 就是在人家没看见人家 甚至觉得你怎么那么傻 那么笨的时候 你还愿意去做 为什么 因为你说主耶稣 我来 我为你开 主耶稣我来 我为你做 主耶稣我来 是因为我要做在让你 是做在你的身上 是为你而做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为了权势 不是为了名利 不是为了财富 我单单就为主耶稣 这样的生命是 主耶稣教到我 所以 我们明白一件事 真正的权势 权能 不在于 地位 不在于地位 真正的是在于能够 谦卑的服事 能够舍近 这个是 这个是 所以我在 后来过了 这两年 我在外面服事 我常常跟人家讲 人家说 哎呀 你现在怎么办啊 你现在 离开了那个 以前的机构 你没有 没有人 你的势力不就小了吗 人家那么多人 那么 那么 财力那么大 然后 人那么多 人家随便 吐口吐水 你都帮你淹死 他说人家随便讲两句 你都没路走 人家封你 人家就封我 我说我知道 但是我说 我说最怕 不是这个东西 我说最怕的不是这个 最怕的是我自己已经没有人高 最怕就是没有神 最怕就是已经没有我自己已经没有那个能力 没有那个神 没有的那一份 没有 最怕的死者 他可以封住我所有他们给我的路 可以封住 但是他封不住神给我的东西 所以我说最怕的是这个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了 怕的不是外在的东西 真正怕的是我们里面 已经没有了 不用担心其他的 不用怕人家 他绝对有何的主权 他绝对有这个权利 他绝对有这个 可以有这样的做法 可以 但是我们当怕所当怕 怕的是自己已经没有了 怕了自己已经没有那样的一个服侍的心了 已经没有那个热忱 已经没有那个从死海的那个能力 没有了 要怕这个 真正怕的是什么 今天你不要怕说 哎呀这样环境不好 没有人请我 你要怕的是什么 你没有东西 你要怕的是什么 你真的要在意的是这个 不是管到环境怎么样 你不能去管环境 所以我们来到美国有多少 什么国内来的 台湾来的 以前做的那样 后来来的 都全改了 为什么 没有办法 他一定要适应 要调整 必须要这样 怕的不是那些 怕的就是我们已经怎么样 自己已经灰心伤知 自己已经放弃了 自己已经没有那个热忱 自己没有东西了 要怕的是真的 只要我们还有手有脚 我们还能够活 还能够动 我们还能够用我们脑筋 我们就有机会 那美国是讲机会的 所以我们就看见 真正在主事里面也是一样 不要管别人给你这个位置 也不要管别人 看不看到你在主事 看不到你在背后的付出 看不看得到你到底做了什么 不要看着 这是对灵味 这是舍弃 这是牺牲 这是付出 这是神在暗中 会查看 神看见了 他必然报答 这就是圣经讲的 神必然报答 人报答你算什么 买两架手送一个礼物 给你几位 给你一个红包 就这样 就这样 但是神报答很不一样 神供应你是永远 神纪念你 是怎么样 在你的各方面 都纪念 这就是我在 自己 我们在神的话上面 我们需要 好好去想一想 不是以靠圣灵 不是以高财 不是靠 靠神 靠神的灵 所以有神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一种 愿意的心 付出 然后我们去牺牲 我们去帮助别人 我们去做 当这样的时候怎么样 得到最大的益处 因为神 必会报答 因为神 一定祈明 因为神 看见 他会恩待 我们 所以我们每天都活在 神的恩恋道 每天都活在神的恩恋道 所以我们要向神 欣赏我们的感恩 欣赏我们的感恩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因为你今天听到的这一篇的信息 你来跟神做一个祷告 做一个祷告 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 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不知道耶稣是谁 你也不信 但是你要相信你怎么会 无忧故今天突然做到你 我洛杉矶的恩权教会里面 你会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为什么不是在山东 你不是在 在天津 你不是在 在台北 你不是在香港 为什么你今天会坐在洛杉矶 这个恩权教会里面 所以为我们每一个日子要感恩 那你也要相信神必然带领你 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神 如果你还不认识 这位主耶稣基督 我希望你能够把握 你人生里面 还有个现有的机会 就是现在 现有的机会 可以 来说主 虽然我不认识你 但是我 愿意 敞开我自己 来认识你 因为在这世界上有许多 叫基督徒 他们有很多的见证 他们我相信他们都不是 赏光 也不是神秘蔽 主耶稣我愿意 今天在你的面前 我要来敞开 来对着主 我也想你来帮助 我也想 来认识你更多 我也希望在这人生里面 不是 我感谢畅 你 我 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